除了水的作用之外 氧化 氧化也會吸著 這個考過 氧化也是會造成畫 先看圖先看照片 就這個 叫萊雅齊野 這個石頭是我十年前拍的 看起來原來還不錯 我覺得現在看它顏色怪怪的 顏色不好看 萊雅齊野 就這個風化紋 那這個紋有沒有 風化紋 有一圈一圈的 好 謝謝你不辭的沒有程度的跟我講 我已經叫過人叫做比利池 這就是風化紋 這就是文路 那就是氧化題 我這邊可以寫的 疊氧化成為黃 紅和色或紅和色的氧化題 然後它的地下水把它帶過來 然後沉淀下來 一圈一圈的 這樣秀染 形成過程的優美的圖案 瘋別的圖案 瘋化物 所以這就是鐵氧化 氧化作用也是一種瘋化作用 鐵氧化 所以是一個瘋化作用 是一個化學瘋化 是一個化學瘋化 或者是嗅染 化學瘋化 除了這個呢 植物的根分泌有基酸 苔藓類這種東西 你看它那個 生長在陰暗的那些地方 潮溼那些地方 然後那個根能夠滲到石頭 其實它的分泌有些把石頭分解掉 所以它就插了進去 所以那個植物的根分解之類的 每次講這個的時候 我都喜歡講蚯蚓 為什麼 因為蚯蚓具有物理 因為有化學 在地下這樣 到處亂鑽的時候 讓它變得鬆軟 這叫做 物理瘋化 蚯蚓師場 是土對不對 很好 吃進去跟拉出來的不一樣 那種化學瘋化 吃進去跟拉出來的不一樣 那種化學瘋化 OK 好 我現在這個說法 好笑的說法而已 反正就是 我剛才教了三個化學 一個就是各式各樣的水作用 我教了氧化 我教了這個分泌有基酸 最少要知道它們是瘋化作用 最好知道它們是化學瘋化作用 好 然後再來 一些像你也這種凤凤多的 因為容易受到它裂縫會受到空氣跟石的滲入 然後造成瘋化作用特別強烈 就會形成同心圓瘋化 最後洋蔥狀波羅炭造變 讓同心圓瘋化 為什麼是同心圓 因為我們岩性均勻 內外都一樣 所以誰比較突出 誰就先被幹掉 所以突出被幹掉 幹掉所以變成一個一圈 然後呢 因為它有葉的縫 所以發進去一圈一圈 所以叫做同心圓瘋化 然後挖太修那一片一片掉在叫做洋蔥狀波羅 所以誰會造成同心圓瘋化 洋蔥狀波羅 這個黏性均勻的石頭 黏性均勻的也像泥岩這種 那如果黏性不均勻呢 我後面會舉一個黏性不均勻的東西給你看 我後面會舉一個黏性不均勻的給你看 然後再說 所以這個黏岩這種有很多的裂縫 黏性很均勻 它的裂縫中有空氣跟水的滲入造成瘋化作用特別強烈 而會形成同心圓瘋化 最後造成洋蔥狀波羅 必須是岩性均勻的石頭才會有同心圓瘋化 那岩性不均勻會怎麼樣 我們後面會舉一個例子跟你說 岩性不均勻的會如何如何 OK 同心圓瘋化 洋蔥狀波羅就這樣 最後我有一個簡單小問題 月球的風化跟地球有何不同 第一 完全不同 月球完全沒有風化 第二 完全相同 月球上有物理風化也有化學風化 第三 月球只有物理沒有化學 第四 月球只有化學沒有物理 你如果說月球有物理 告訴我哪一種物理風化 你如果說月球有化學風化 告訴我有怎樣的化學風化 暗示欺騙你的答案叫做 月球沒有空氣 沒有水 沒有生物 這在暗示同時也欺騙你的答案 OK 月球沒有空氣 沒有水 沒有生物 那它有什麼風化作用 有物理 什麼樣的物理 有化學 什麼樣的化學 都沒有 都沒有 沒什麼好想 OK 現在要找一位大帥哥是嗎 梁波羅 為什麼我有一個一號 喔 因為剛才找到第一個是男生 要找一位帥哥 帥哥無法 五 二 三 二十三 二十三 誰 可愛的 來 請回答我 一 有物理 有化學 二 沒物理 沒化學 三 有物理 沒化學 四 有化學 沒物理 然後 有物理要告訴我什麼樣的物理 有化學告訴我什麼樣的化學 五 四個猜一個也猜不出來喔 五 四 蛤 六物理 還是有物理有化學 五 四 三 他說只有物理 那怎樣的物理咧 運勢衝撞 二丈人說很好 那一個暴運勢衝撞的 OK 這兩個答案呢 這兩個答案都是對的 你們剛剛講的兩個答案都是對的 月球沒有水 沒有空氣 沒有生物 基本上沒有化學工化 但是有物理 哪來的物理 第一個 隱石撞擊 紮下來把它撕齁 打碎 破碎 叫做大塊變小塊 叫做物理工化 第二個是 熱上冷縮 未來會告訴你 月球溫差很大 熱的時候很熱 什麼時候很冷 拉拉拉拉拉拉 結果它會碎掉 它會碎掉 所以呢 月球上有物理風化 但是沒有化學風化 有怎樣的物理風化 A 隱石撞擊 岩石碎裂 B 熱上冷縮 岩石碎裂 我說過了 這上面的字不是聖經 上帝的話語要一個字不落的照抄 意思對 看得懂就好了嗎 就寫個有物理 有物理 無化學 然後隱石撞擊 熱上冷縮 你就換了就好了嗎 你就每個字都寫啊 你就寫了意思懂 自己會看得懂 然後寫對就好了 OK 這叫做 問各位的一個簡單小問題 月球上有怎樣的風化作用 答 有物理風化 沒有化學風化 什麼樣的物理風化 A 隱石撞擊 B 熱上冷縮 OK